来看马总统向来是台湾有名的PTT 怕太太一族 他对于太太周美清向来敬畏有加 很多人很好奇周美清有什么样的法宝 有人说这是因为多年前 下海城荒庙 送了当时的马市长一双育夫鞋 让他送给老婆 结果果然让周美清育夫有数 美人小珍有一双 他号称放在床头有加持效果 国庆大会 夫人周美清识眼色 总统乖乖放下水杯 清早博大人话 众所皆知 马总统也自嘲其管言 传出夫人驾驭总统如此成功 其实有意义大宝 其实大多人妇女的 先生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生意的都做得很好 那他们也 其实每天都是在外面 朝九晚五啊 很辛苦嘛 那其实太太就会担心 会不会在外面碾化了 找打谢城隍夫人 那就是说 鞋子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这双小巧玲珑的幸福鞋 也叫玉夫鞋 是侠海城隍庙热门婚姻御守 把鞋拿回家 鞋间合在一起 有和谐之意 保佑家庭幸福美满 几年前 庙方送幸福鞋 给当时还是台北市长的马英九 请他转赠给夫人 果然市长任内 毫无八卦绯闻 有可能吧 他不用鞋子已经很棒了 因为 马总统还蛮听他的话 他不是吧 应该是他之前就驾驭得很好 中美清数十年来 让总统乖乖听话 有没有预付鞋 显然都预付有数 中文新闻王树名 摸鱼台北报道